天河沿灾,似时而自行,百物而自身 大自然滋养着万物生长,万物适应着不同的空间 采取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,合理地利用同一环境的资源 我的大家庭有许多邻居 大熊猫,金丝猴,牛角铃,猎铃,水鹿,斑铃,铃舍,毛贯鹿,黑熊等 达尔文说,物尽天责,适者生存,便对强者唯有自强 野外我有许多天敌 金猫,铃豹,豹,黄猴雕,柴,狼和金雕都有攻击我的能力 不用担心,千百年来与天敌共存,我们也自有一套应对的本领 绝招一,半树稀 半岁左右我就学会了爬树 通常情况下,吃饱喝足,会爬上高大而浓密的树罐中睡觉 这样可以躲避袭击 绝招二,隐身树 体色以黑和棕色为主 尤其是整个腹部的四肢都是黑色 在高高的树枝上很容易融入周围环境中 不易被发现 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继续关注我 下一期聊聊美食 优优独播剧场上